我們今天會轉為主題為病人討告 原因是我們剛剛有一個病人非常嚴重 醫生已經說他的腎是完全衰竭的 能力是零 已經是一定要洗腎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知道洗腎 一開始洗腎的腎就會死 不懂得以後再有任何功能 洗腎的人也受命有限 到上下就會不行 洗腎不是永久的 不會照樣成長 而這個人只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大家一會看到他的照片 左邊 男的那個 就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他說他本身已經是順主的 但他因為壓力 就不敢去承認 不敢去跟從 但因為這件事 變成他願意順主 還有其實就是 我們其中一位的姊妹 今天沒有來的 Janny的女兒 Karen 他就告訴我 因為他是名師的同學 他就曾經向名師傳呼音 然後他就告訴我 這個男生的情況 他前天告訴我 前天我就不在香港 晚上我就知道我留信息給他 我說明早你打給我 我安排時間去探他 我們結果去探他 探他的時候 為他們兩位祈禱 他們兩位都經歷到聖靈的能力 通常我都告訴你 神很真實 耶穌真的會來祝福 在祈禱的時候 他們兩位都感受到很輕鬆 很舒服 整個心靈很清省 肉身舒服 還有瑞浩 他就覺得在他的神的部分 就有能力流過 一次、兩次 然後再後來一次 有電流流過 我今天就呼籲了弟兄姊妹 去為他祈禱 我們也有為他祈禱 現在這個事情 在我們眼前 是一個我們未知道答案的一個事情 結果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我知道神很愛他 神很想拯救他 他自己都說到 他覺得 是神後的事情 叫他更加拔著神 他現在是有堅定的信心 但的確他面對的 是非常困難 在這樣的情況 我也呼籲 我們中間 弟兄姊妹為他代討 也有人有信心的 就去為他祈禱 直接去那裡 為他按手祈禱 所以我們今天都會講到 祈禱為人 求神醫治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些什麼做的事呢 而一個人得醫治到底有些什麼因素在裡面呢 說這件事不是單是為了說號的 也都是我們周圍有些人有不舒服 其實有時在WhatsApp都發出很多人說 不舒服這個不舒服 這也是我們其實是可以使用的 神給我們的恩賜 希望我們會透過這件事 開始去為病人祈禱 其實我自己為病人祈禱 是第一次開始激發我的 令到我以後改變 就是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的事 我就去一個教會 我就告訴他我的經歷 我就問傳導人 我可不可以為你的教育按手祈禱 他說可以 按手之後我就問那些人 我說你們有沒有什麼感受 有個婆婆一彈起來 我腰骨痛好 我那時候是很驚奇的 然後第二個婆婆又彈起來 她又說我肩膀還好 當時對我來說很震驚 當時我並沒有為他們的身體祈禱 只是求聖靈臨在身上 愛慕神 而他們會經歷到神的臨在 我覺得這個是 讓我點醒 原來聖經所說的神醫治 我們在今天都一樣有 而事實上聖經是有講到的 手運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我自己從那時候開始 經常都有神跡 是很多次數 有些次數 即是有些很明顯的 譬如有些人過後 我曾經去宣教的地方 去的時候 有一個人告訴我 他說我 你站好 因為我眼睛清了 即是之前是蒙的 因為我去的地方太多 即是有時候都不記得了 過了一年之後我再去 他又走來 他不是在地點 他在地點走來 他故意告訴我 他說自從那次祈禱 我的眼睛一直到現在都清 他就特地來分享給我 我想說的不是說 我們本人的能力 而是神今天一樣使用我們 如果我們不用的時候 我們失去很多機會祝福人 當你真的祈禱看著 病得醫治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也都可以透過為人祈禱 叫人信耶穌 譬如我曾經為一個婆祈禱 她有神衰竭 有糖尿病 有中風 有心臟病 四樣病都是致命的 而她最致命的就是神衰竭 醫生說她一定離世的時候一定很辛苦 一定要用孖啡 她的家人有一個去我們教會 當時郭師姆也在 她告訴我 然後我去探望那個婆婆 探望的時候 為了祈禱 我又問她 其實我祈禱的特色 我就會問人 為什麼要問人呢 如果不問她 她祈禱覺得舒服 她會忘記了 我說祈禱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受 她說有 覺得很舒服 我說你見到耶穌這樣幫你 聖經有講到 神叫我們肉身安然居住 又叫我們的心輕省 那你想不想 耶穌以後祝福你啊 她說我不想 因為我拜了觀音 這麼多年 我不可以放下 我去過探望她很多次 她都是不想 不過我在那個機會 她哪個家人出現 我就為她鼓一個祈禱 這個是我通常做的 譬如今次瑞浩也是的 我為了她姐姐 為了她女朋友 為了我想為她媽媽 但是她媽媽不肯 但是我嘗試的 另外又有一個朋友來到 我也都嘗試為她祈禱 她說我想明白多些先 不想祈禱住 我就解釋多點給她聽 這個就是通常我做的 也有一次呢 我去為一個人祈禱 因為剛剛遇到一個傳道人 是我不認識的 應該說我認識另一個傳道人 去到一個聚會 那個傳道人認識另一個傳道人 那個傳道人就說 我剛好有一個人有邪尼 我想找一個出名的牧師 去跟她趕邪尼 當時我就在場 我說你找她 有牌都找不到的 不如我今天跟你去吧 那我就馬上跟她去 應該當時在瑪加列醫院 馬上跟她的隔壁好像是葵聰醫院 葵聰醫院就是精神科醫院 醫生就說 因為她 我去到的時候 是直接失控 怎樣失控呢 她就在身上搖擺 那裏有 那裏有 經常說那裏有 那裏有 是完全失控的 祈禱她又說不到 是很嚴重的 但我一直帶她去祈禱 一直去愛神 祈禱又趕邪靈 到祈禱的時候 其實她全都平靜了 那他們就告訴我 第二天 醫生就來見她 就見到她沒事 初頭第一天她就說 你明天要去葵聰醫院 精神科醫院 第二天她說 沒事 你可以回家 不過有人看著你就可以了 就是完全改變的 而在那次祈禱 就有另一個人 就是在場 是她的朋友 其實我幾個都跟她說話 我跟她趕邪靈 我都為你們祝福 求神保守你們 不要給她的邪靈攻擊 其中一個 一祈禱就在樓上的樓上的樓上 就是在樓上的樓上 旁邊 祈禱就 起落到不得了 不停在那裡笑 笑了 五分鐘左右 然後 然後開始哭 她哭了 她哭了更長 可能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哭了很久 哭完又笑過 後來我了解 原來她從小到大 她都很大壓力 她就看到耶穌這麼真 她就開始回來我們教會 後來她又讀 細胞小組訓練學院 現在是一個宣教士 就是我有時候 就是這樣的機會 不單是救人 叫人得救 並且叫她奸人得救 並且叫人成為宣教士 傳導人 我剛才講過婆婆的情況是怎樣 她就半年之後忽然間 神呢 人家就說 鬼拍後尾枕 她就不是 她是神拍後尾枕 她忽然間說 為何二牧師今天沒有來 因為已經過了半年之後的事 為何還會記得二牧師呢 她的家人現在說 叫御牧師 為何你想叫御牧師 她說 御牧師跟我站得很舒服 忽然間主要這樣說 於是他們立即叫我 我立即去 為祈禱 祈禱說 你覺得怎樣 她說很舒服 我說 耶穌幫助你 這麼舒服 你信真 我信假的 我信真 你願不願離開偶像 願意 你真的信耶穌 你願意洗禮 因為她那時危在旦直 願意洗禮願意 立即和她施洗 願意參偶像 願意 全部都做了 然後有一晚 她的女兒見到她 每天晚上開眼 看到天花板 看著天花板 看著哪裏 在哪裏 在哪裏 她的女兒覺得很安慰 因為她 整大半年都沒有說過 即是很少說話 因為痛 又不會笑 痛的當然不笑 但那一晚她自己無疑無辜 在哪裏 在哪裏笑 她們覺得她見到一些異象 可能是天堂的異象 她的家人就形容她 她真的睡得像一個寶寶那樣 很舒服的 是不用用姦媽咖 不是很辛苦 這樣離世的 她的家人 所以很多個都信耶穌 其實我經常都遇到這種事 那些化療又說很痛 其妍肚子馬上就說不痛 是很神奇 腎是很神奇的 即是膝頭痛了十幾年又不痛 她說買幾千元的鞋墊 但現在就不用了 還上十四層樓的時候 在罪戶十四層樓 她居然可以走上去又沒事 手鎮了幾十年又沒事 又有中風的 一邊也不能動 腳也不能動 其妍肚子馬上升到上去 可以提高到這麼高 腳也能動 而且說話又很流利 最初說話是嘖嘖嘖嘖嘖嘖的 即是我是時時都見神跡的 其實是神給了我們 但為什麼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沒有神跡呢 首先我問大家 你信不信 你可以有神跡嗎 你信不信 信 有一個信 有一個信 感謝神 好 放下手 有幾個祈禱肚子有神跡 請你舉手 都好 嘩 非常高的比例 在這裏非常高的比例 比我任何地方更加高 在很多地方是怎樣 五分之一舉手 最初有可能 可能三分之二舉手 一跟著後來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 只有幾個人舉手 因為很多人不肯用 但我希望大家是常有神跡 好像我講 是常有神跡 是時時有神跡 所以有人說什麼 我便走去 當然我不是叫你有什麼事 就找我去 我說有些事 你去祈禱 真是需要受 我是願意去 不過因為時間有限 一個人整天都是一個人去 不對 天國不是這樣 天國是個個都去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 還有呢 當你有操練宣教 是一個好機會 因為在宣教的地方 當他們比較單純 比較容易經歷 所以我們 現在呢 我會一個月有兩次 是即日來回的 其實呢 當我們組織一班人 我就會開始組織 其實我是隨時都可以安排到的 那 只要你們有足夠的人 我想問大家 如果有兩三天 去短宣有幾個人去到呢 那你要受門訓才可以 因為你去到又不懂做 又不知做什麼 那時候呢 你就發揮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受訓練的 我們今天呢 都會操練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有這個心 我們可以 給神大大使用的 是 真是 昔日 神職 今天都有發生 當然 如果跟耶穌比 是不能比的 耶穌是什麼 被人要殺 很明顯 因為是有不同的能力 聖經也說到 比特走到哪裡 那些人得醫治 寶羅那些身上的手巾 可以擺在人身上 又可以康復 這件事真的有 神比我 有一次 真是很神奇的 神比我的經歷很特別的 我在車上 我在看聖經 旁邊的人也有看的 那我 這本是普通話聘音聖經 他說我也是信耶穌的 他說說說 以前 葛培理來香港 我不知道原來 以前 的葛培理 是有行神職的 後來 他就沒有做 可能 受了壓力 那 他說 怎樣呢 他就會為很多手巾祈禱 你們將手巾帶來 為手巾祈禱 然後拿回家 他說他有什麼問題 他睡在床上 是很辛苦的 即是他 很難透氣 他的腰骨是彎的 那他是很辛苦 那他就去拿了他的手巾 一放下去 哇 真是很快 是真是很神奇 真是很快 怎知道 那幾天 就有個和尚 就說 你們要擺地主 擺神主位 他就聽話 就擺 擺了之後 他的病回家 回家 他那天就不懂得找人 他不懂得找人 所以我看他是駝背的 但是呢 他那時呢 是好回來的 但是呢 自從他一拜 立刻呢 他的背又駝回了 他又很辛苦了 但是他後來 他也是信耶穌 但是呢 他就信得很辛苦了 他又找不到人 他又不懂得找人 去怎樣去為他祈禱 但是呢 他就告訴我 他就說 說你那時呢 就有這些行神跡 其實這個是神的心意 神是想我們 都是有神跡歧視的 所以我們都請大家為王帥號 為王帥號祈禱 為他的家人祈禱 讓他信心堅定 好 首先簡單說一下疾病的原因 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就是 跟神的關係的問題 其實所有疾病的來源 都是跟神關係發生問題的 當人類犯罪之後 就是在《創世紀》三章十七十八節 那裡講到 我們就這樣看黃色的字 那裡 就講到 地呢 要為你長出驚激和侄禮 和汗流無眠才得糊口 直到你歸尿肚 即是有一天你要歸尘土 歸尘土即是會死 未死之前會怎樣呢 軟弱 一日有病 會老 所以這裏就告訴我 人就會有老 有病有死 就是自從人類犯罪之後 我們有一天都會歸於尘土 那就是講到 因為跟神的關係不好 所以帶來這個後果 第二就是罪了 有人呼吸第五 章第五節開始 直到十四節那裡 講到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年 三十八年 耶穌叫他起床 立即就起床了 由耶穌對他說的話 黃色字我們一起讀一下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那這個經文 希望大家記得 五章十四節 就是說呢 犯罪可以叫這個疾病更加厲害 就是罪 因為罪和神隔開 其實我們要想這樣 人的健康和生命 是和神相連才有健康的 當人和神隔離的時候 他是有問題的 雖然有時候不是馬上看到 但他起碼就會有罪的問題 有情緒的問題 有各樣的問題 其中一件事就是有病的問題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遭遇得更加厲害 那罪都包括發猛症 爐吵激氣 不喜歡人 生氣 不能夠原諒人 我們都 射念我們 並去處理這些罪的時候 就不影響 我們身體的醫治 第三就是邪靈 的而且確是邪靈可以引起病的 《路間公司》十一章十四節說到 叫人哑巴的鬼 耶穌說出了叫人哑巴的鬼 然後在馬太十七章十五節至十八節 講到這個人有癲癲的病 耶穌疾那鬼 鬼就出來從此下 此便傳而了 這個病就是 這個癲癲癌是邪靈引致的 但我們不能夠說所有癲癌癌都是邪靈引致 但的而且確邪靈是可以引致疾病 我自己曾經有這樣的經驗 去青山醫院 精神科醫院 因為有一個病人想我去談他 當我走入這個青山病院 我有個經歷是很特別的 那個波門開了 我一走入一下 我感覺好像碰了一種隱形的力量 我走下去,突然有一種力量碰撞 我覺得這是一個邪靈的力量 我不是說在那裏所有人都有邪靈 不過因為有精神病的人 是更加靈界門開的 所以更加有邪靈 這個是互相的 邪靈可以引致精神病 精神病也可以引致邪靈 但不是一定有精神病 其實不是一定的 不過是可以有的 當時我為這個人祈禱 我發覺他的彰顯是非常強的 我看到這個彰顯是邪靈的彰顯 而另外我又有另一個人有興趣聽我說話 我又為他祈禱 我又發覺他也是這樣的 我發覺兩個精神病的人 都是有邪靈的彰顯 都是有很強烈的反應 所以給我看得到 實病和有些精神病 都可以邪靈引致的 另外就是 內在的誓言 負面的思想 情緒和情緒意識 甚麼是內在誓言呢 即是任何在我們心中 說了的話 我們相信 譬如說 我都是沒用的 人都是不喜歡我的 我的家庭都是整定不好的 凡是這些負面的說話 我特意不打出來 就這樣說 大家不要記住這些說話 即是讓你知道這些是不好的說話 即是你說了 我是整定不好的 這些說話是不好的 但有些人口經常都說的 這些說話是甚麼不好呢 是會令到你覺得自己是整定不好的 整定是壞的 而且也對人有些誓言 即是說 這個人真是壞了 你真是沒用的 這些誓言是不好的 或者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情緒 負面的潛飾 這些我們在輕鬆性會長期的處理 不過 即是給大家看得到 我們所有的說話 其實一句說話 你說人家 你真是沒用了 影響他也影響自己 因為你影響他的仇 他受傷害 也影響自己 因為你發出這句說話 在你裏面有苦毒 這句說話就是影響自己 所以人家有罪有不好 我們不需要這樣 我們可以慢慢扶持他 不是用罵他的方法 這個解決不了 反而是更加嚴重的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這個是經常見到的 睡眠 很多人都是睡眠 總是想睡覺 就在那兒玩電腦 在那兒玩遊戲機 看影片 不想睡覺 其實這件事是 對身體很差的 因為人有個鐘 有個時鐘 我們應該在11點鐘睡覺 我盡量是 11點至12點之間 但我盡量 其實我一開始11點 我就開始心急了 即是我開始心急 要快點睡覺了 有時在做緊 我都快點想停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就不要說 唉 坐在那裡 唉都不知道做什麼 又回覆一下 看電腦 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那裡 那你就不想睡覺 當你一個 就算你那一晚 後來睡覺 你精神都不能夠恢復 這個是睡眠 食物 很多人是習慣吃 英文是 真food 垃圾食物 是沒有益處的 吃了沒有營養的 我們應該多吃一些自然的 神的 做的自然的食物 是最好的 它又健康 又好看 又好吃 又醫病 但是人們就不喜歡吃那些 又是滯過 什麼都滯過 一滯過就有問題 所以我們盡量減少吃滯過的人 生的菜 如果是健康的菜 最好的 即是生的菜 生果 是最好的 因為它裡面的那些 酵素 那些enzyme 一煮就會破壞 所以這些其實是我們應該 吃有機的菜 如果你是能夠有這個 錢可以買到 我鼓勵你買有機的菜 還有那些 最好有皮包著的生果 你撕了皮 那種保護性就好些了 那也都可以大家 這個不是人 不是廣告 有些方法 可以洗一些菜 洗一些農藥酒 即是起碼洗一部份 這些都是會減少 減少它的毒素 因為這些毒素 是影響我們的 食物 人際關係 即是 有些人 經常都是喜歡發猛症 這個人際問題 是會影響他的健康 經常是傷害 吵架 那樣 為什麼很多人 祈禱之後 的病仍然存在呢 像這裏 那些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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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住 它有事了 祈禱通回 通回那裏 第二裏又怎樣 都是塞很多 有來過 就是說祈禱的時候 可能幫它一下子 但是它依然有一個潛伏的問題 在他生命裏面 就是我這裏很多的比喻 在生命裏面潛伏了很多問題 祈禱的時候 只是幫它一下 但是其他問題仍然存在 好了 我們怎樣得醫治呢 第一就是 建立和神的關係 我們簡單地看過 就是悔改 爭恨罪 離開罪 和經常相信神的愛 享受神的愛 我想簡單地說 就是 聖經有教導 恩典和戒命 你活在恩典 是很舒服的 很簡單 為什麼戀愛很舒服呢 因為你經常覺得被愛被體重 我們跟神的關係 如果經常都聽到 譬如你聽到耶穌說 耶穌說 我好愛你 我經常想著你 那很舒服 但是戒命呢 本身是有一些壓力的 如果你沒有恩典的話 即是說 你要去傳福音 你要去幫人 你要搖鼠人 是有一些壓力的 是要做的 但我們都應該做的 但是首先 我們要享受神 才有力量去做 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基督教 只是戒命呢 就是變成一個 律法主義的宗教 我們不只是戒命 是一定要享受神的 在家庭裏面 如果有彼此傷害 有時候有些 子女小時候都很被愛的 小時候都 父母經常都愛他 哄他 他長大 他那個人很有安全感 但是如果小時候都 經常都被人打 被人罵 我記得有一次在地鐵 有個小孩跟爸爸說 我想吃雪糕 那你叫他爸 怎麼反應呢 這樣 他立刻 按出聲 打 想吃雪糕要打 就是說你 說出來 不行 這句話不能說 有時候有些人長大 是這樣的情況 長大的時候 他是很少恩典 於是他的心裏面 是很難得醫治 很難接受愛的 我們來到神那裏 應該就是接受愛的 不過很多人又不是 只是看那些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沒有做什麼 這樣的時候就有壓力感 我們首先有恩典 有恩典又去服侍就不同了 我比喻說 那些人戀愛的時候 他要買一份禮物給他的女朋友 哇 情人節到了 有機會快點去找一份 他喜歡的禮物 很喜歡的 但是結婚幾年之後 情人節到了 哎呀 又要買 又要買情人節禮物 都不知道買什麼 哎呀 不知道他喜歡什麼 都買完了 就變了壓力了 如果關係沒有一種愛的時候 為什麼在初期那時候那麼喜歡呢 因為他那時候熱暖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保持這種的 在愛裡面 也都對方應該享受的 試過有一個人這樣 有一個帳篷送一束花給他 看看他怎麼反應 對呀 花錢 買一束這樣 這麼肉酸的花 怎麼可以的 結果那個帳篷以後都不再送 因為呢 不敢 都不知道怎麼才適合他口味 其實這個是大家相幫的 他做什麼呢 他幾不肉酸 那些花幾肉酸 他都是有心的 對不對 多少錢啊 這個是個心意 當我們欣賞的時候 他就會歡喜 其實在關係裡面 經常都有欣賞 有愛 你有改善到 真的好 你厲害 真的很厲害 這樣呢 他就覺得舒服了 在神裡面都一樣的 多些欣賞 多些相信神欣賞你 你代替神欣賞自己也可以 不如現在試試 神呢 很欣賞我 今天去投入敬拜 你自己說 神呢 很欣賞 今天呢 去投入敬拜 神很歡喜的 神很喜歡的 神見到我這樣敬拜 很開心的 卡卡笑的 哈哈 神是很開心的 但是人呢 因為我呢 是活在戒命律法之中 就會很辛苦的 因為我們享受神的愛 享受就是領受的 又愛慕神呢 都是我們付出的 不過當你享受 你就圓圓付出了 你就容易去建立關係了 那麼呢 就活在恩典 不是活在戒命的重淡之下 還有 跟著你就會凡事遵從神 你就樂意去做 好像我這樣 我會幫人 我一點都沒有壓力的 我覺得是很歡喜的 我會祝福人很開心的 但是有些人 唉呦 今天又要做兩個談堂 明天又要做三個談堂 唉呦 又要講道 唉呦 沒有時間 好煩 可以是兩種看法的 看看怎樣看法的 還有處理內在的誓言 就是留意到自己一些什麼地方 經常都想著神的愛來處理 這些是長時間 我這裡簡單這樣說就算了 離開罪 相信罪一定有破壞性 一定要離開的 不要計較別人的傷害了 唉呦 她傷害我 她傷害我 是她的問題 如果我激氣 就傷害自己 我不激氣 是她的問題 我不用放在心上 然後我慢慢處理 可以處理 慢慢 一步步 她提升1%都OK 你說吧 她提升1%都OK 你期望她一下子提升50% 可以嗎 你期望她變成你這樣 可以嗎 不行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你就找過像你一樣的人 真的 但你是沒有的 這個事實是沒有的 那我們就不要計較 體恤和搖說所有的人 祈禱得力 就選擇順目神了 任何的罪 其實我們都可以 和改變生活方式了 這個德性部曲 我簡單地說 第一就是留意 第一就是留意 一起說 留意 留意有什麼問題 第二呢 破壞性 破壞性 知道她有破壞性 即是鎖住你的心 令到你煩惱 任何的罪 任何負面 是有破壞性 第一就是留意 第二就是破壞性 第三 這個都是破壞性 即是這麼多烏衛 你煮了奶 少少烏衛下去 可以不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加些營養 可以 少少都不行 是吧 因爲這麼多罪 就會破壞的 在關係有些少妒忌 好不好 加些妒忌 加些少分愛情 好不好 不行 即是這麼多烏衛 就破壞 不行的 第三 用聖經觀念處理 聖經的教導 用愛人 以善性樂 一起說 以善性樂 任何對念不好 依然以善性樂 親近神 可以 親近神 看聖經 祈禱 選擇 順服 記得 即是有罪或者問題 負面思想 第一就是什麼 留意 第二 破壞性 第三 聖經 第四 親近神 第五 選擇順服 這個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處理 我們整個生命 可以全然處理 這個時候 我們就更加容易被神去處理 有兩種釋放 祈禱都是兩種 一種是誤性 一種是靈性 你唯一一個人 祈禱病得醫治 不只是靈性 有些人只是靈 為祈禱 我們需要誤性 幫他處理他的生命 譬如每天都在那裡煩 每天都在那裡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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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覺有痛症的人 多數是有不開心的 另外 不開心的人多數有痛症 不開心的人 多數有痛症 是不是 多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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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少有 頭痛 雖然我知道頭痛是不好的 但是我真的很少這件事 感謝神 在我周圍我發覺他們 一雙風又頭痛 有什麼事又頭痛 但是在我裡面 是沒有什麼頭痛 其實你的心鬆一點 你就沒有頭痛 沒有頭痛好嗎 有 吾性的釋放 和靈性的釋放 靈性就是愛慕神 一直被神充滿 好 那我們跳過 也都是要趕續邪靈 就是說 當我們親近神 親近神處理罪 處理負面思想 我們都可以趕續邪靈 相信神一定可以趕續邪靈 路加福音十章十九字一起動 可以堅吸你們全面 可以適合整個別子 有聖國仇靈一切的能力 對方有所能害你們 有什麼能夠害我們 沒有 所以我們不用怕 但是很多人 注目在邪靈 多過注目在神 其實我們應該注目在神 有神自然邪靈就會走 你聽神說 你一個人就走 但是有些人經常注目在邪靈 反而很難走 注目在神 整個親近神 有神 神是勝過一切的 自然邪靈就走 那我們就不用那麼怕了 啟示六二十章一節 啟示六二十章一節 用幾個天使 將龍 綁住 龍是誰 魔鬼 用幾個天使 一個天使 一條鏈綁住 挺簡單 魔鬼 是邪靈的首領 一個天使 把他綁住 所以神是有絕對的能力 勝過一切的邪靈 我們所有有些人很怕 什麼咒座 其實你依靠神 親近神 充滿神的靈 充滿你 你奉耶穌明 什麼咒座都走 奉耶穌明 趕逐 可以有信心 很重要有信心 在趕邪靈的時候 通常我告訴他們 你放鬆 你相信耶穌是聖過的 一吹就行了 放鬆就行了 全心相信神就行了 OK 好 這裡我們會看到一些經文 講給大家聽神的醫治的真實性 子彩書五十三章五節 這裡講到 快點一起讀 大家知道 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達傷 因他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其實這裡我想大家看看經文 講到有三種 耶穌十字架上成就三樣東西 第一樣是什麼 為我們的過犯 借免我們的罪 第二樣是什麼 平安 這個屬於什麼範圍 大家看看 心靈 一個是罪 一個是心靈 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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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的人 哪有神 職除了他們 是我們有這個權力 我們可以相信神會醫治 我們 是神應許的 神很想我們得到釋放得醫治 但我們要 有一件事要知道 就是 為何有些人病得醫治 我們就不可以解釋 不需要說因為他不夠信心 或者因為罪 我們就是幫他處理這一切 但幫他處理的時候 你不用說因為你犯罪 所以你現在有這個病 不需要解釋 因為這個我們不知道 神知道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需要告訴他 我們只要叫他處理 而我們要深信在祈禱病得醫治的時候 人尼米書二十九章十一節 一起讀 耶華說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義 是賜平安的意義 不是降灼人的意義 要叫你們會留有此言 我們就明白 我們的神是一個神 是賜平安的神 是一個祝福的神 祂是神是想祝福的 所以我們為一個病人 祈禱的時候 有兩種心態 一種心態是神 祂很慘 祂病得很辛苦 就是宿靠你快點來幫祂 快點來幫祂 快點來醫祂 祂現在很淒涼 祂需要你幫祂 這種祈禱帶有些什麼 好像很慘很辛苦 神啊你快點來吧 不然祂不行了 但我們其實可以 觸實神的應許 神是很愛的 神啊我知道你很愛祂 你在他身上有奇妙計劃 你都可以告訴祂 神在他身上有奇妙計劃 有些人他真的病得醫治 祈禱真的病得醫治 也有些人他不是病得醫治 也好 神也要愛他的 神是真的愛你的 所以我們可以有病沒有病 我們都可以有信心 神一定行神即其事 神一定幫助你的 你有信心 所以在祈禱的時候 我是喜歡怎樣 耶穌我知道你愛我們 你會照顧祂的 你和我們在一起的 你知道祂的需要 你在身上寫了 你寫了 你寫了 祂很關心祂 你為祂的病也有傷心 你很想祂得醫治 即是這樣的祈禱 就是有信心的祈禱 就是相信神是賜平安的神 這個是很重要 在為人祈禱很重要 也都為自己祈禱一樣很重要 我知道神是賜平安 神是祝福的 就算有困難 只是暫時的 我們靠耶穌可以得勝的 詩篇136節 我未承認的體質 有些押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那天 你都寫了 你賜上了 神下你的意念 是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這要說給我聽 就是神在我生命有計劃 這要說到什麼呢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那天 即是說有很多日 我一天都未到過的時候 你已經寫了你的賜上 有很多日子都寫了 我有一天 我在想 我說如果有一天 剛剛有個意外發生 其實意外 我們真的要小心預防 即是行路不要跑那麼快 那時我見過一個婆婆 經常都跑的 我就提她 不要跑 你真是跌倒很淒涼的 即是那些骨斷 是很淒涼的 那就行路看定 這個就是 我們自己要保守我們的平安 那我就說如果有一天 我自己有假想 有一天 我真的受傷 有什麼意外 我看這個經文的時候 神已經寫了在賊上 不是神定義我那天要跌倒 是可能我自己行路 不戴眼 跌倒 我自己的過錯 或者某人的過錯 某人開車很快撞倒我 不是神激動她去快點開車 快點撞她 不是神去想這樣做 如果有這樣的事發生的時候 我就想 那一刻 之前和之後很大分別 之後可能行動不方便 但是那一刻神知不知道呢 神會不會做工 神會不會在之後的計劃是怎樣 那我看這個經文 我就看到後面我講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果 其數何等重多 我就深信 即使有一天有這樣的事發生 神也一樣會祝福 這個事情很多人就很難的 順境就很舒服 在順境看到神的愛 到底逆境就忘記了 我們要逆境都記實 神是在愛我的 有逆境是因為人犯罪 阿當犯罪之後 地就要長出 驚激就來 就會所有的事情都會有困難 這樣的時候 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說 這些日子神都知道 已經寫在賊償 他一定寫在賊償 他不會說 他發生意外 我就不理他了 由得他 神不會這樣寫 神不會 神會說到他如何定義祝福 神如何關心我們 神感受我們的傷 會不會 所以有事發生的時候 不要第一件事就埋怨神 第一件事 神你一定有 一定幫助我們 以前我和郭師母在一起的時候 有一個太太 她有一次被車撞不到 很輕很輕 車撞會一點都不痛 是她跌落地有一痛 她碰一碰 然後掉到地上 一碰 手撞到 然後她去醫院 用條帶 托著手持 但她說 我一跌倒那一下 我立刻感受到神的同性 立刻感受到 她沒有祈禱 她立刻感受到神的同性 是否神叫我自己撞她 不是 是人的過錯 可能那個司機 可能她自己過錯 但是神立刻就會和她在一起 神就是一個祝福的神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冤枉神 好多是 經常把自己的過錯 人的過錯 就拉到神那裡 是不要拉到神那裡 我們一起說 不要拉到神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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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過錯 自己的過錯 不要拉到神那裡 而我們知道神一定有奇妙計劃 一起說 神一定有奇妙計劃 就算有不幸的事發生 就算有不幸的事發生 神都會祝福我 神都會祝福我 現在我們深信 就算有不幸的事發生 其實不重要 最嚴重就是有天堂 不嚴重在地上 就算痛 你呼求神的時候 神就會幫你 你這樣的心態 你就不重要 你傷痛也不怕 痛也不怕 病也不怕 死也不怕 癌症也不怕 那時候你什麼都不怕 就算有癌症也不怕 我現在見證神 你有癌症也可以笑的 哈哈哈哈 那可能你說醫護師 看看你們 如果你有什麼病的時候 看你怎麼樣 但是我只是說 我就是扯著神 我就是記得我扯著神 不是我多好 其實你越扯著神 越輕鬆你就越沒事 其實我自己 我爸和我媽都會有癌症 我是可以是有 可以是高危一族 不過神到今天都一直保守我 我感謝神 我亦都活在神的裡面 求神給我們平安 興灑 我希望大家經常記神 我們的神是一個私恩的神 阿明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能夠平安興灑 也都幫助 其實很多有病的人 其中一個人就很煩 那我們要幫助他不煩呢 那你就不要叫他不要煩 你告訴他 我知道你很煩 為什麼你告訴他 你知道他很煩呢 因為他病的時候呢 他是很煩 他又覺得人都不喜歡聽他的煩 但是你告訴他 我知道你病是很辛苦的 我知道你病是很煩的 就是我們接受他的煩 然後一步步引導他 看到神的愛 這個是需要一步一步 這個是輔導的耐性 然後我們下一堂再講回輔導 為什麼一步一步耐性 幫他看到神的恩典 讓他能夠在困難中 在煩惱之中 因為他看到你的愛 以至他慢慢可以提升 所以不要再被魔鬼留地步 不要再被魔鬼隔住 而我們 聖靈恩高 這裡我們只是很快地量過 為人祈禱很重要就是聖靈恩高 為什麼有聖靈的能力呢 我們曾經講過 記不記得嗎 第一是什麼 一起講 貧困罪 求主聖靈離開罪 第一 如果總括 就是離開罪 悔鬼離聚 第二 真愛相信 認同聖經 第二就是聖經 整天都深信聖經 其實聖經有很多好的說話 很多好的應許 看聖經的時候 要記那些好的應許 我想鼓勵大家 因為練金句 很多人就覺得困難 其實你可以將我們練那些金句 我們整年練那些是三張紙印出來 那你就拿著它 隨街 你就 坐車 你念 很快就念了 很快就念了 好了第二就是聖經 第三 信心 相信神很愛我 相信神 因我歡欣喜樂 默而愛我 且因我喜樂而歡呼 很喜歡我的 還有你念了要有紀錄 因為將來拿證書就要有紀錄 是要找本寶寫下的 讀經也要寫下的 讀經也要寫下的 讀經就是你自己憑良心寫的 你想拿一個證書去侍奉 是想在神的天國在那裏建造 那你沒有理由在那裏說謊 是吧 所以你沒有理由 你又想拿一個證書 跟著你又說謊 又沒有讀 那個經文又讀 那你就是自己 拆毀自己 所以就 所以就講真話 那你真的看 他真的念 深信神很愛愛你 所以每次祈禱 我為人祈禱 是怎樣 耶穌你是在這裏 我經常都說 耶穌你是在這裏 你很愛祂 很疼祂 你很想祝福祂的 我的心一直在這裏想 我祈禱的時候 不是很壓力的 啊 我為人祈禱 是在那裏享受的 阿里路呀 感謝耶穌 啊 有耶穌真好 神真是很大恩典 我先講說 阿瑞豪 他真的在神的地方 就感覺到神的能力臨在 因為神的祝福在他身上 還有心靈敬拜 整個心靈在為人祈禱的時候 整個靈魂飄去神那裏 一直為祈禱 阿里路呀 神要祝福祂 神大大祝福祂 這個我以前剛才講過 就是魂 思想意志感情 整個思想認同神 整個意志 決意跟從神 和和神有感情的 這樣的時候呢 你為人祈禱呢 就更加有能力 這個講到恩高 即是怎樣能夠有恩高呢 就是你真的 和神有感情 時時去喜歡神 你就要有聖靈的恩高 以及犯在我裏面的 整個靈魂去愛慕神 第二 渴慕 好想 好像這個人你看 哇 I hungry for God 哇 是不是很渴慕神呢 整個人都會趴出去 神啊 我要你 我很想要你 大使命 神想為你 有聖靈一高 是祝福人的 帶人信耶穌的 建立人的生命的 按手祈禱 首先我們自己接受按手祈禱 也都操練 其實大家可以操練的 操練 按手祈禱呢 為人祈禱 你就會有能力 你會看著 真的呢 你一步步會看到聖靈的能力 其實當你經歷過聖靈 你為人祈禱 你已經可以經歷到 看到人病得醫治的 你試一下去做 我試過訓練過很多人 他們呢 有人 有病啊 有不舒服啊 立刻為人祈禱 真是即時有見效的 神是真是有這個能力 還有處理生命 我們生命裡面 所有的重擔 這次我總括所說的是什麼呢 在我們為病人祈禱 都了解他們的心靈的狀態 和神的關係 他有沒有什麼困綁 有沒有什麼問題 他生活的方式是怎麼樣 然後呢 我們先去 也是靈裡面的討告 即是我們講到起初 有幾樣的因素 引致神的關係 有沒有問題呢 罪 是不是一個問題呢 邪靈 還有呢 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情緒 內在實現 其實大部分的人 都有一些內在實現 自己沒有留意 你一留意到 你立刻就去處理 其中一個內在實現 我太太是很懵疹 我丈夫呢 是不聽我說話 她的心裡 經常都相信了 以後這句說話 一直影響自己 這些都是一個很常見的 常見的內在實現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及如何在聖靈欣高之下 我們待會在這個小組的時候 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都想回這幾件事 就是說 當我們幫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首先幫他和神的關係 所以第一樣是 帶他信耶穌 如果他信耶穌 他信得很軟弱 如何帶他更加愛耶穌 他在神面前認罪 認罪悔改 我們未必先說邪靈 他裡面有沒有很煩惱 那些處理的事情 邪靈 在很多人來說 我們未必告訴他 邪靈 不喜歡神 在病痛之中 不要埋怨神 在聖靈欣高之下 為他祈禱 也可以在祈禱的時候 為他趕邪靈 也都是求耶穌去醫治他 也都在這裡享受神 享受神的時候 他身體越來越舒服 他就覺得 其實已經越來越好 我見過很多次 一祈禱 他人越來越舒服 這個情況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試過有人 試過有一個 是被雜刀雜到的手 手指不懂得動什麼 又痛 跟他祈禱了 我去探 他是我探的一個教友的媽媽 我跟他祈禱了 他的手立刻 不痛 而且立刻能動 他就立刻相信耶穌 就是我經常都見 我總之見親人 有事 我第一天就祈禱 我試過走在街上 那些小朋友 玩那些 不知單車 我忘記去玩什麼 那些滑板 跌了地下 手很痛 我跟他祈禱 他就說 好 祈禱我說 你的手怎麼樣 他說不痛了 我即時會做這些事情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心 暫時來說 就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你已經釋放了 所以你就可以按手操練 按手祈禱 然後問一下對方 祈禱之後 問一下對方 祈禱之後你有什麼感受 也可以問一下對方 有沒有什麼病 譬如說 有沒有頭痛 不舒服 你又為他祈禱 然後問他 祈禱之後覺得怎麼樣 然後你用聖經告訴他 譬如平安 興省 或者病得醫治 都有聖經的經文告訴他 你自己嘗試操練 然後最好就是 這個禮拜你回去 就試一下 找到你周圍的人為他祈禱 作詞曲 李源 宵亨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